新北市泰山今天下午发生了一起工厂火警 火势延烧了三栋铁皮屋 面积大约400平 两名消防队员在进入火场灭火的时候 遭到倒塌的建筑物压倒 导致受困其中 被同僚发现之后 送医急救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我们来听看到这个火警 导致两名泰山消防队的分队员 陈奕瑞 彭祥毅应攻殉职 新北市的副市长侯友宜跟消防局长黄德卿 傍晚到医院探视家属 而根治老姐在火势扑灭之后 消防人员清点人数的时候 发现两名队员失联 于是就紧急重回火场来搜索 两名消防员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